好,又到這個啦,都多人錯啦 如果我們有四分一人錯,即是有十個人錯這個 Inconsistent,即是不符合 記得我們有幾隻,例如第一個P星QD跌 那就符合啦,第二個成本星Behaviour跌 那我們就說它都是符合啦 那第三個就是當有other factor變 就會令到關係不一定是相反啦 因爲可以變成就是P星 因爲它會變成Demand星的 所以就是P星Q星,Total Revenue星 另一方面Demand跌都是啦 那第四個呢,就是Ralty Pricing 那相對上那個Proportium就跌了 可以,那我們就逐個看咯 跟著再下去就是主題公園減價 那就是Stay for Longer Hours的 那第十條 減價Stay for Longer Hours 這個好像沒什麼關係 那我們看一看B這個 OK 那P和Q跌 那當大家期望的那個 interest rate 升 那大家期望的 interest rate 升 那大家期望的 interest rate 升的時候呢 即是說我們的購入 cost 呢 買樓的成本會高了 那所以相對上那個Demand就跌了 那所以我們說說PQ呢 這個Demand跌 你PQ都應該是跌的 對的這個 那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的 這個是2012年 那個Past paper Longer Quay 那時候不是出過一次 那所以就這十位同學你自己注意一下 跟著Compare的話 住得遠一點的會買More的Item 這個對的 因為相對上一次過買 他住遠一點 那他每一次去超級市場 他會給一個固定的那個 Fixed Cost 的那個Transportation Cost 的 那所以他每一次買呢 會相對上住近一點的人 他會買得多一點的 那這個合乎 relative price 的確認的 用成本的情況都是這樣想的 那所以C也是對的 政府縮減了回來的時候 隔離的時間 那便會變相多了來 OK 是的 因為那個money cost 或者相對上 我們說的time cost 例如我們回來要住隔離酒店的 那現在少了就不用付出那麼多了 所以相對上就會多人來香港 那應該是對的 那這個減價呢 減他的門票呢 你可以當他的門票是一個fixed payment 一個fixed payment 那如果他是一個fixed payment的話 如果你減價 那我就儘管當他是longer time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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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verage 那我們會是longer hour 和shorter hour 兩個這樣比較 你當這個longer hour 那就是higher quality shorter hour就是higher quality shorter hour就是higher quality 那你變相的話 我們之前都說過 減的話是會令到 你那個lower quality 相對上 反而他的reltive price 是會下跌的 那所以相對上 應該多些人呢 是prefered stay short time 那他說stay long time 那這個就錯了 那這個用reltive price的概念去解解的話 會比較容易明白 那所以第十條就應該是ae 那就只有64%的人 對於dse 那就要留意著 這個